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二局的比赛 这个航线依旧是由右下往左上经过了整个机场 这个航线出来的时候我都有点怕 我听到你笑着这一下我就懂了 这种航线呢我们之前的经验来说只是说概率稍微偏大一点 但没有说百分之百的这种事情 只是如果真的像小七害怕的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我们其实也不想看到 好 里程碑的一个预告 换神 New Happy的换神 黑丝妹妹即将达成PCL1000淘汰的里程碑 目前已经是996了 又是996 上次的话是零数996 然后也是在当天的话就完成了这个个人的里程碑的成就 目前以第一局的New Happy的这种状态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 好 就这一把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就这一把好不好 就这一把 开个玩笑啊 今天反正我觉得他们队伍确实从第一局的成绩来看 要完成这个里程碑的话 应该 问题不大 算是对算是ok的 主要还要得要看这种航线会给一个什么样的圈啊 嗯 是 马上出来了 是吧 这种航线是容易出这种小岛圈的 但是连续着两把 那你让北边的队伍怎么去玩呢 嗯 哈哈 但这一局STG就好打了 啊 是 地形换了 真的是他可以控的西部地形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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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感觉和上一把有点这种机场小岛的镜像 是吧 上一局是右边 这一局是左边 哎呦 哎呦 这边白龙马和小南啊 拳击 拳击之王 拳王 争霸赛 啊 要顶一下吗 把他的速度给顶下来 呃 旁边是有队友的枪线的 哇 直接给顶翻了 小头 山地车把吉普车 差点顶了个底朝天 还好 跑歪歪肩挺啊 我UNITE都这么难受了 大家也照顾一下第一把难受的UNITE吧 下面垂一个 然后还有人想留车的 是的 这开局 这还是个机场圈 是的呀 开局上来两把之后 UNITE没有什么游戏体验 他还得要回家 嗯 去到歪城 而且乌塔的话呢 是一个人在 呃 兔兔山上 好像感觉没有车哦 找一找吧 周围应该能找到啊 UNITE再往北边走 像歪城没人吧 对吧 嗯 嗯 索菲亚是知道山上有滞留的一个人的这个信息的 所以上来之后拿了一把没有背的9M4先来去找找人 对 找一找找一会就不找了吧 嗯 嗯 因为从位置来看的话其实CCG搜快一点有机会还是把自己的顺围提起来的 对对 因为反正你搜的物资应该搜的还挺快嘛这一圈 小号啊 嗯 也是在联居方面啊 这一次联居的话呢 大家在新人方面其实使用的这种拿分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嗯 是的 这一次确实之前如这个董伯所说啊 嗯 新人特别多 新人很多 嗯 48个嘛 联赛唯一的一次新人这么多的呃一次比赛了 没错 嗯 有充劲其实很好 就是让我们整个联赛会有更多的这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啊 对 主要是新人打得还不错 这是个更好的事情 嗯 就是有一些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比赛来磨练 磨练一下的对吧 可能有的时候呃 经验上面上面会有所欠缺 是的 这一局的话呢 CTG就比较的舒服了啊 啊 条头在右边的话呢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阻拦啊 可以按照他们的速度去拿到一个相对来说还不错的位置 嗯 现在大家都先往西边靠 对先往偏西边靠 看一下悟空 悟空的话前点DT看到对面没有人会过桥 其实悟空这个时间点再进圈的话没有太多的阻拦 嗯 真的是镜像开局啊 是啊 大家这一局的滞留就就停在了西桥 HQDL加油啊 HQDL加油啊 确实在第一周的这种高光的表现 让太多的观众对他们有太高的一个期待值还挺高的 但是对吧 上一周的周决赛表现的不是很理想 当然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最近选手的这个伤病还挺严重的 是的是的 哦 艾伦格导圈数据NioHappy的 NioHappy目前在本赛季导圈打过三次 厂军你看 是不是 厂军得分是24.7 厂军淘汰14.7 真的夸张 就是他在打这个小子 他不仅淘汰分那么高 你看他的总分20多 就说明他其实不是第一就第二 嗯 我突然在回忆我们周末出过机场圈吗 出过啊 他吃鸡了 就是唯一只有一天没有 没有就是 他基本上打一次吃一次鸡呗 对就是只有昨天是没有出过艾伦格的小打圈 我的意思就是出现机场圈他在的场次他在吃鸡 是的 好像是这个 是的 因为 好像是这样 你看到厂军厂军总分24点多 然后厂军淘汰14点多 那不就是百分之百就基本上要吃了吗 对 太夸张了 这个数据确实挺离谱的 你记得吗 那天我们两个解说 他在防空洞的那一波 因为我就是 刚刚我之前就是说 我就是记得你会吃了很多次机场圈的鸡 对对 那一把还是高难度吃鸡嘛 左打HQ又打CTC 因为我谨慎一点嘛 谨慎一点嘛 看到这个数据确实很难 说你可能没有出现机场 他没有吃过鸡 就是那种情况 但是还是要谨慎一点嘛 稍微仔细回忆一下 是不是 这个也可以给大家加深一点印象嘛 HQ也是紧随时期的脚步进圈了 现在就小鬼一个人稍微看一下 要不然留一个尾车 队友要过来 有想法吗 嗯 HQ这边投铁吗 直接选择右拐 但是时期刚刚已经是提前想过枪了的呀 他被山上的人赶过来的 感觉发现这边不对 然后直接一个左转 一辆泵泵作为尾车 元帅 泵泵很危险 赶紧走 哎呦 他已经被打爆了 他也在为这被打爆 山上的队友应该是能看得见的 果不其然已经响枪了 小五这边一把大炮 伸一发子弹 带走 目的完成 啊 还是留了对手一个 也知道了这个队伍HQ在旁边 是的 那趁你病 要你命啊 直接不给你机会 拉到右边的山头 这样的话 HQ的其他队友是没有办法去进行这种封烟 然后再去抢救队友的动作的 是的 不能救人 就等于说 我必须要削弱你一个战斗力 嗯 不给救人机会啊 这边还在打限制 敢不敢上来啊 G4VB 也是被打成 打 就打掉了一点血量 山上不能呆了 因为右边ZBY已经在拉枪线了 而HQ的队友也是奋力想抢救一下元帅 是的 救不了啊 最后引爆了载具 带走了元帅 是的 已经尽力了队友 做过尝试啊 是的 其实这种情况对于HQ来说 是比较亏的 目前来说附近没有什么对手 还是比较干净周围啊 实际也抓到了他的一个少人信息 在这一局目前从全景地图上面来看的话 感觉和上一局这种上小岛的思路差不了太多 你猜一下他会继续汽车吗 如果他汽车从N港走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可以 但如果游过去的话 按照之前的那种常规的思路 去打这种自古山的话就没有车了 Pick Pick他之力被留了 被留了 在接一波 对方Ibiza效率很高 小童直接将UTA给放倒 反打报仇 二倍镜的mini 对面肯定是个大家伙 二对六这怎么对啊 对不过了 因为小号他是一个人去到了 Y城进行发育的 这个选手 然后又为了保证自己和队友不脱节 所以其实他在Y城里边搜的 时间没有相对来说那么的久 U9现在感觉就是 在报落地之仇 像不像 有点像 因为两支队伍始终还是要在同一个方向去遭遇掉的 反正U9一上来就被你打掉两个了 都被你干掉两个了 为什么不干回来呢 对吧 又进不了圈 桥头上又有人 打回车 小童的血量有点低 好的 和上一局镜像的圈形 这边是往西边海岸走了 山神庙 SP占据的山神庙 目前在陆地偏中心点 而悟空和天鹿在桥上的一波遭遇 现在彤悟琴也被淘汰 是的 这悟空是想好了 我一定要埋人呐 埋得非常成功 小虎和柏梁 你看那个步伐一致 跳下 跳到下面来 跳到桥上 这种局对于悟空来说 能够有机会去卡卡桥 能够拿到一些淘汰分 是何乐而不为的一件事情 对 但是SMS头痛了 怎么有人卡桥啊 有人真有人赌啊 这怎么上 又会像上次一样嘛 把节奏整体给慢下来 因为之前是被天鹿堵了一次 然后导致整个队伍的话 极其的破节奏 果然Pero这里的话 本来有这个汽车的这个打分 因为找到一辆船 但是旁边还有IMG小组 一打一 齐天枪拉过来 一撕血 老马成功的顶住了 这双方都是在人数的一个互换啊 悬崖边也卡了一个 大家都停在这里 崔奇耶不得不把车开回来 是的 拯救队友 MG虽然说两个人啊 但是 YTT这边的话 是两载就直接往前面去摸 开蚁吗 哎呀没看到这个悬崖的位置 自己滑下去了 而且只有一丝血 好在是对方啊 这个对面啊 有一个队友的架枪 不然的话还不好说 打不起药了 我的天 这一波说实话 有点没太看懂啊 帅过头了 帅过头了 就耍帅耍过头了 就你要以这个位置 你不如不以他 你直接贴这个厕所的位置 还挺好 因为你开车过来的时候 是没有枪去扫你的 实话实说 这一幕确实有点喜剧效果 小组居然还被扶起来了 然后 最后的话 Pero也是 以马哥为代价 拿下了 先拿下了四分 是的 一换四我觉得还挺赚 对吧 刚刚如果不耍这波帅的话 XYTT 他如果不吹过头 其实 Pero挺难受的 Pero挺难受的 他把人补了 对 而且那个厕所的支点 对于崔奇奇来说 后续想要发挥的空间没有那么大 嗯 嗯 哎呦 哎呦 还气也难受啊 是上了岸之后 左右都有人啊 左边一个17 右边一个new happy 对他现在只要度过这一关 然后避开周围两个大哥的枪线就行 嗯 因为他们肯定是忍得住的 就是I7这支队伍 这两支队伍肯定就是在这一局交上劲了 嗯 啊 这就是不死不休了 在这一把 对 因为I7应该也能知道自己现在劣势还挺大的 没有车嘛 嗯 这边的桥头还在打 快三圈了 SMS都懵了 SMS一直在对面的桥头还在等 嗯 哈哈哈哈 这把SMS确实有想简陋啊 这两边还在还没封出个胜负啊 他们肯定要胜人过来的 结果一直没有看到跳人信息走了 SMS 哎呀 小童把小豪给打掉 是的 Gadshen从高往低拉了一波头的枪线 听到了脚步声 一颗顺暴低抛 一行换位 又变成了低点烈士了 一波腰射直接打掉了 Sofia 两败俱伤 两败俱伤 刚刚谁推的我兄弟的车 谁挤的车 先把这分给K下 最后的EV1白龙马 但是落电之后会被先扔一波投注物 炸掉了一半多的血 而且三接断的蓝圈伤害 发现颜色吗 带走你换我一个 我也换你一个 是的 雷飘的角度正好炸掉了小豪 个人能力的展现 这就是一波互相的个人能力的上面的展现 超连击 对面闪生PQ 噶的血 可以啊 这波操作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是气势打起来了 对吧 他们是赚的 就是这对于Unite来说 其实是赚的 因为他本身就少了一个 本身一落地就被打了 对 而且你想刚刚在桥头遭遇的时候 他又被打掉一个 其实是一个2打4 打下来了 所以就说嘛 对于他这队伍来说 这两队队伍之间的小摩擦 就他很提示嘛 嗯 其实 好了 圈行的话 在三阶段提前把水域给排掉了 嗯 SMS在桥头 因为刚刚是被迫啊 他也被前面的悟空给堵了一波 那后续竞圈的角度 跟悟空是差不了太多的 就是这个沼泽的地方 悟空已经提前买点了 落点之后 没有击倒 自己反而被打成了一个残血 小虎过来第一时间 看到一个侧身 先秒一人 有投掷屋啊 队友在后点不断的给投掷屋 然后小虎在前面去架枪 这颗闪闪到了脸上一个全白 但是可可把血量给打起来了 他顶在这么近的位置 对于选手地上 他可能还是想说 怕对方抓自己的timing 是 对 还是先把枪端起来 不着急 丢道具 是他现在看了一波 台名点被抓住了呀 可可就是被人抓了 是的 就是近距离的投掷屋 确实是在选手世界来讲 它是有风险的 是的 我们会比较清晰 你这个时候其实可以丢 但他们的话一直听着 对方的脚步 他在猜对方什么时候 会顶到自己脸上 对 原点还有枪线 时不时的干扰啊 但是这一波的话对悟空来说相当于接成功了 不过也是掉了一个 SMS现在只剩下了贾维斯一个人了 马来西亚三剑壳之一啊 开车走吧 自己看他自己怎么玩了 圈四阶段 一个顶角的北切 居然给了一个北切 这一北切的话 把Para给盘活了 他本身其实在北边 有点难的 而且我看到他好像刚刚还拿到车了 长龙好像是有辆车的 现在比较难说的是 你要看圈外的队伍怎么去往里面去打了 圈面不好带 比如说像左边的十七战队 对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三十庙的I7 加上南部的New Happy和DDT 但Para这一把想拿高分的话 其实还要 至少要再给一个北切 再给一个北切 就下个圈的一个关键圈 二七那边的话也是想的比较的明确 提前下车的话不现实 终归会和时期打一架 所以提前下了这条马路 然后踩到反坡 装防区也不明智 我看一下New Happy这一波的转移 他直接 他其实试探了中间那个防区 就是HQ对面的防区没人的话 他有点了 只能说这一波真的是胆大骑龙骑虎 哇 这什么上帝视角 真的是胆大骑龙骑虎 这波就扎进来了 而且你看没怎么掉过血 除了南南的血量 这个换神的血量稍微低了一点点 Gadshen不敢开枪啊 不着急啊 先把他放过去吧 这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 混个排名分什么的 但他其实这种位置 C字楼的位置 在这样的圈形之下 很依赖下高圈的右下回切了 刚刚没怎么注意到New Happy New Happy应该是在 就30秒附近的高点 他一路慢慢摸过来 应该看了的 我的意思是 就看到这里 好像没人的信息 对 没什么车 然后他就去了一趟 H2Y那个位置 目前是一个人在单独踩的 剩下的队友是在刚刚右边的这个山坡上 目前的话 天天过来和H2Y进行了一波会合 形成了一个 H2分踩 现在的话确实又是来到了边缘的一个战斗 怪兽直接连打两人 他没有什么言体 这波先把左边的17选手给打掉两个的话 他就没有背上的压力了 这一步过来 我看一下头点 17剩下两人的一个反抗了 老橘又在这边双边开花吗 打掉一个755 不但鱼人被放倒 鱼人这个位置肯定是扶不了的 被天地地给补了 但是现在的话 I7 老橘还在山上 说到这波星期的17 看一下 对 I7会不会有想法 因为但是现在基本上是左边的信息跳出来 是I7在淘汰别人 所以17暂时性没有压到他们一个进点 哇 I7这局 打得可以啊 你别说 我的意思是他K头这一方面 是的 而且他最开始去买这个底坡的 效果其实也挺好 就想法很明确嘛 是的 就是单点的枪也刚住了 最主要是 那现在的话 I7又倒一人 其实17一核 他就是一个二打二 有机会打 对 没错 小五这边过来是把怪兽给放倒 那现在是一个二打一 能清理完 关键啊 就是架枪位的老鱼啊 已经被蓝圈给带掉了 所以17可以大脚步的往这边去拉 底坡就是拼技术了 是的 是小五怎么还是一把SK啊 看来动得还挺快 嗯 初期的时候 基本上搜了 差不多 一些装备就搞定了 咦 这精准三分球投篮 炸掉了高兴 鸟枪换炮 SK换上了762 确实SK这把枪 出现在不管是比赛当中 还是说现在的Rank当中 都太少见了 除非落地之后太穷了 太穷太穷了 一点办法没有 一辆车 先把队友小左和小随 送到边上 然后长龙在一个人开车区探吗 看到了 可千万不能对空头有想法 我一直在想着 会不会有这种动作 最起码呀 不要把C字楼这附近的人 全部给打掉 那这个空头 加上头顶上星期踩完 没有什么人 那可以拿 这悟空过点被打掉一个coco 就在眼前 空头 诱人还是蛮诱人的 是的 还真挺诱人的 好像这边把人赶走了以后 他觉得真的可以拿了 是的 是可以拿的 现在要想的是谁来拿 左左轩我已经看到他在慢慢的往空头的方向稍微挪动一下 但是整个队伍还是在这一局的想法比较的明确啊 先管一管身上这个集装箱的位置有没有人 确定安全无误的时候再去拿 对 就优先棋还是得要搞清楚吗 分得很清楚啊 成熟了现在已经 是的 确实有了空头的加持的话 其实对于整个近身作战能力还是很大的提升 没错 作为街上的原住民啊 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更多的团战就是在桥上和圈边上 嗯 那么对于有位置拿的STG 他其实这把没有什么太多的开箱的机会啊 就目前阶段这个目前这个阶段来看 大家不来找他的 你已经有原住民的优势了 你为什么还要想 鱼和熊掌都要呢 是的 圈走了 哦 一半一半 一马路 阴阳 山上 山上和山下 啊 是的 那CTG分采的这个防区 队友赶紧要合一手了 现在要扛压了 STG这个位置不再圈了 拉开一点和STG枪线的距离嘛 稍微往半步要先开一开 然后队友做一个掩护嘛 能安全会合吗 好像已经落位了 OK 没什么问题 那边STG一合之后 17是顺势拿下了这个位置 先和New Happy接一波 被摆到 已经打到对方两个了 又是一个二打二 这两兄弟 看一下整体的一个状态啊 New Happy也是没有圈禁了 也是没有位置可待了 直接想要去往前冲一波 结果没有想到两个人被打下来 周品炎 踩到窗户根上 打了一个侧身 以高打低啊 小鬼先被放倒了 好在是有一个鱼板 哎呦 完美抵挡 这个鱼板 大惨 啊 承受了一万吨伤害 哎呀 但是小鬼已经没血了 最后还是被周品拉出来给解决掉 嗯 那换神这一局的话 是先被淘汰了 那下一局再完成目标 是的 看下山上的这边啊 HQ和Peril 崔奇已经先被放倒了 他那个位置先被抓到 这个位置被抓掉了 看小左了 小左 狗杂 炸倒一个补一个 60的血也不多 又是一颗手雷淘汰掉了HQ 还能顺势把小崔给扶起来 可以扶 这边缩圈的速度啊 比较的慢 New Happy来了 要换分吗 车打滑了 好像车速提不起来 而另外一次 踩到了石头的位置 狗杂先扫一波 小左 赶走了New Happy New Happy会去哪个地方呢 会去到对面的防区 于从时 STG也进攻了这边的CTG 三个队伍 很混乱 是的 大家都在往这个圈内的 假许过去冲啊 这个防区真香 小飞先把猪皮炎给补掉了 跳盆吗 1897 12月的1897 把人先补漏 没子弹了 可惜 预秒点都是对的 是 CTG还是手下了第一波 然后去清毒狼 明明了 爆炸就是艺术 迪达拉你看到了吧 边上三个人 371 看一下明明了啊 这个同一角度 如果真的从这个门出来 我觉得还是有危险的 是的 去对抗 第一个要大脚步去拉 然后这边方方出来 没问题啊 OK 没给机会 没给没给 五个淘汰了 CTG在这一局的比赛当中 而且 七阶段啊 给到了Pyro一个关键圈 然后CTG的防区啊 还在圈内 是的 至少给一个关键圈 这不就来了 嗯 现在有高点 对于Pyro老师 有点高点的优势啊 而且 它的重点找得也很好 就是CTG同时 它肯定不会作为 第一时间上山的队伍 因为 马路边的北边的两个队伍 还没有分出胜负嘛 嗯 但是不能太浪 身外也不要录得太多了 是的 你想机场内的枪线 其实还挺多的 嗯 刚说 这边有往下面 去拉一个角度吗 走坡下吗 有点不太理智了 如果你再上来的话 就可能不是很好上了 所以硬着头皮 直接干拉下坡再说 但是这边 左是干拉 最好的干拉 带着兄弟们一起干拉 把高点全部让了出来 三个人都下了山 不是 有没有可能 他根本不知道 港亭里面有人 翠奇一没有拿枪 这一波 如果悟空的一波被刺 翠奇一的CPU都要被干蒙了 干烧起来了 没了 薄良的出枪 翠奇一蒙了 CPU烧了 兄弟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有人啊 哇 剩下的小虎 这其实我说实话 这种港亭门没朝向你 很难清的 是的 除非说雷扔的好 刚好扔到了门口 哎 火烧的好 好像 十个淘汰了 势如破竹了 那北深木西也拿到这个信息 刚好有一些烟的这种遮挡 摸到了前点 哎 两个人 都是烟中恶鬼 听到了一颗低跑火 烧肘了 小左烧了起来 完了 G G 没想到吧 这里一个满边 是的 黄之龙怎么办 黄之龙这个位置 玩不了一点了 我打掉一个直接拨 哦 确实 Promise这个位置好像救不了 救不了 那这样的话 等于黄之龙的出枪 是平衡了场面的 人数 是 主要是打完之后 CDG就 剁出鱼翁了呀 是的 看得出来Pero还是挺勇的 是真不想带山上呀 是的 他其实山上的处理处理的还挺好的 就前面那一波 急了 但是我们看一下最后的一个决赛 圈巴是给到了一个左下角的位置 北深木西的围墙还有一定的容纳空间 但是最后的小圈的时候还是难打 这马路不太好过 CDG目前在地形上面的优势是太大了 对 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而且是控制住了梅花庄 对的 基本上不会出太大的意外 而且 因为对面的 接对面的这些队伍 像北深木西呀 然后Pero他们过点 投注肯定没有那么多的 没事 这个位置没有张德胜 CDG直接概率应该是很高的 对 你看九尾他的 阵上已经没有烟雾了 对吧 最后一波 被九尾提前架住了一个烟的出口 对 帮队友报仇了 不过三打三 看枪的对抗 现在对于北深木西来说 如果能先放倒一个的话 其实过进圈的概率就大了 对 就看CTG给不给这个机会 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北深木西对枪对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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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过来 先过一个石头 九尾 那这个位置依旧是天天的可控范围之内 嗯 刚好换子弹的这个time一点没有卡住 那报了信息九尾已经摸到前面去了 韩尔歪必须得要踩到坡上面的一个位置 哦 九尾再来炸雷 因为刚刚其实看到黄志龙身上还有不少的烟河雷的 不知道他有没有拿完 从底部过来 主要他炸的地方全都是靠他的猜测 现在九尾的话想帮队友打开局面啊 打开这个僵局 侧神烟封了 他能不能找到韩尔歪 他又不敢 就录大声位去找现在 因为不清楚对手的队友在哪里 关键来了 天天那边刚好是要出房去封烟的过程当中啊 这艾与菲比也过了马路 这一波能打下来一个吗 我没有打下来天天 直接全部放过来了 而且 刚拉过来的吗 没有封什么烟呢 对 刚拉过来的 就是这个奇怪的time点 刚好没看到 他打伊龙的时候是看到了 但是没有打掉 坏了 这一个手雷 CDG现在进点玉玉和韩尔歪两个周子残血 要看天天了 天天要去跟队友集合的这个路上的话 也被锁定位置 是的 伊龙和九尾都在盯左侧 然后前点的话 艾与贝比的血量有点低 一颗闪直接把血量比较健康的 韩尔歪给避了回来 是的 血多的往前再顶一顶 再给道具 让队友先把药打起来 都这个半波 但身边露的有点大 为了规避右边的枪线 但是左边直接把自己打开的话 是 看一下这里的话 对手会不会反打一个 韩尔歪还是顶住压力 剩下了伊龙去一打二 天天和玉玉锁定目标 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了 是的 还有闪呢 是的 是恭喜CTG 有惊无险拿到八个淘汰 吃下了今天的第二只鸡 但这一波其实对于CTG来说 我觉得还是有值得去复盘的点的 很危险啊 刚刚把人全部放过来了 主要是过点的时候 看到人刚才没有打掉 好血